台灣人是不會愛國的 因為台灣張軍沒辦法教你愛國 最近有粉絲瘋狂的在我的推文下面標記我 希望我就張軍靜的事件來發表一下 張軍靜到底是誰 其實我跟他真的不認識 我有覺得什麼的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像我以前我年紀略的技術學校 我不是一場故事的懷孕 然後呢 台灣有我們的校日 電視媒體報章雜誌 我們都教導我們台灣大陸是一邊一邊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也覺得我有點錯亂 我搞不清楚我是哪一國人 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 啊對 這還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從小到大的本名 其實是湖北省的一個地名 所以 我但很多人要問了 你從小到大的本名竟然是湖北省的地名 你為什麼要改 這又牽扯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就是我曾經談了一場非常失敗的一案 我剛才看到這個劉樂妍這個名字 要叫劉樂妍班主席三十七話 我才會嫁得出去 而且還會有老公 而且還嫁得很好 所以比較晚婚 所以 我是因為我從小到大的名字 是湖北省的地名 我告訴你我是哪一國人 但是我很明確的知道 我是湖北人啊 所以後來我是想了一想 然後發現不對 既然我是湖北人 我就是中國人啊 我才敢在2016年的時候 那麼大聲的喊嘴 我覺得 我是台灣人 可我也是中國人這件事情 我們學校的老師 不會教 也沒有教 所以我以前真的也搞不清楚 也沒有學到 我一直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台灣人是不會愛國的 因為台灣當時 沒辦法教你愛國 你應該知道台灣人愛國那晚了 因為 每個人的國家不一樣 有人是 你是中國人 有人是 我是美國台灣人 有人是 我是台灣國人 所以在台灣呢 他不會教我們這些人去愛國 就是我會叫你愛台灣 所以 你突然一下 問一個台灣人是什麼國家的時候 每個台灣人回答了 回答你的 國家 他心目中 他以為他的國家 可能答案千奇百怪 大家不一樣 但是張鈞琳 他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 老實說 他是我們娛樂圈裡面 難得稀有的 碩士 高學歷人 國立大學 碩士 碩士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跟我一樣 會搞不清楚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回答你 所以這個問題 不要來問我 謝謝 但是從我清楚的知道 我覺得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以後 身為一個中國人 應該是沒有辦法 容忍 在這100年後 居然還有人 痴心妄想的 要謀取中國領土 所以 我 對台灣的反應 行為 說的話 做的是 跟每一個正常 正常的中國人 其實想的都是一樣的 我只不過就是個正常人 所以我會 呵斥他們 會 罵他們 會 很生氣 很憤怒他們的行為 然後 公開明確的 一起公演 我覺得 我說的話 做的是 才是個正常人 正常人 該有的